结婚三年生两胎,西蒙瑶真的沦为少女机器了吗? 其实即便不嫁入豪门,西蒙瑶也是年收入超250万美金的国际名模 她是首位登上其凡系全球广告的亚洲模特 也是继刘文和岁秦朱培后,第四位登上唯命秀场的中国模特 刘文代言某一线运动品牌,她便能拿到三页宝谋系列全球代言人 在结婚生子之后,西蒙瑶也没有躺平做一位豪门夫太太 反而在生产后,仅休闲了十个月便宣布普攻,连哺乳期都没有兇患 以西蒙瑶的能力真的不需要通过称词来从好门拿响地 虽然2017年在维密秀场上的一衰,对西蒙瑶的事业多少有些影响 但当时维密的市场份额已经开始缩减 销售额从2016年的80亿美元降至74亿美元 大秀的收市率更是逐渐下降 甚至可以说他的一衰反而被大秀本身带来了更多热度和关注 且在这之后的第二年,维密并因种种原因突破了大秀 当时在2020年一周,除模特事业外差异涉足娱乐圈 不仅参加了多部松一的录制 更是参演了《金蝉脱销2》《赖定方向》等多部电影 这样的名气也是何游君所需要的 处于创业期的他,急需更多对面兴奋的曝光 所以他频繁参加节目树立自己高职场学霸,拼拼贵公子的人设 相比梁洛诗即便产下三子,依旧被豪门拒之门外 西蒙瑶早已是人生赢家,所以他才有底气说出那句 2017年,西蒙瑶在维谬舞台上的一摔 虽然将他的事业摔下了神坛 但却摔出了一段备手关注的豪门爱情 摔跤事件后的第四天,何游君便在233米高 约77层的澳门塔上纵深一跃 以安慰他沮丧的心情 就算遇到任何的困难,我可以在他身旁 是没办法去完成这个困难的 3 2 1 3 2 1 你不要开 你不要开 这一跳确实让西蒙瑶背受感动 不过当时他对两人感情的最大顾虑 不是两人相差6岁的年龄差 也不是地位悬殊的家世背景 而是道听途说的花心 这个人看起来很刷新 我以前看他的一心 我就是这个人 正因如此一开始西蒙瑶并没有考虑与他交往 何游君连续约了一个多月晚饭都没有成功 最后也只是简单吃着顿午饭 一同出行 何游君想些天气冷前手时 更是被小明直接甩开相当耿直 你手揉太热了 奇怪这个人还没有说在一起 他就这样 然后 他就真的 没有啊 然后我就 还好 在终于凭借一批演讲追到老婆后 两人也步入了结婚生死的正常流程 求婚现场 何游君不仅庆功三层商场 布置了99999头玫瑰花 更是叫来四台的安琪助诊 足以见得对西蒙瑶的肯定 而他之所以这么用心 则是因为早在大学时 他便已经开始关注西蒙瑶 他学的时候就说我要娶她 社交平台上 他会在喝醉时 予无伦次地向老婆告白 即便会被批评也很开心 一块参加综艺节目时 更是如同连体婴儿半年在一起 就算是在梦里也要保护老婆 虽然结果却是无伤了老婆 即便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母 但这甜蜜的日常 依旧像是处于热恋中的小情侣 这难道不就是年下奶狗的快乐吗 一对耳环三万元 一斤掉带两万多 一只包包十多万 这些只是西蒙瑶的日常操作 毕竟他在被求婚时 一个装戒指的盒子都价值一万二 时刻拉的断借更是价值千万 与同样嫁入豪门的郭比厅那枚还要打 所筛日常罩中 泡泡马特的宇航员手办 也是被炒到五位核收藏品 在西蒙瑶生下掌孙后 自在先后给了一亿金金和一亿教育基金 并为夫妻俩送上了价值4.51的豪宅 这栋洋房位于香港临湾区 位置绝佳 是香港开布时最早发展的地区 处于香港的经济中心 更有消息称 这样的豪宅在全香港也没有六栋 该豪宅建于1990年设计前卫 各项设施也十分完善 不仅有露天游泳池 还有空中花园 四百度王林士前曾设立家族基金 资产值高达几百亿 所有子女及孙辈的孩子 每月均可从基金会 领取六位数的零花钱 不过夫妻俩并没有活在富贝的恩惠下 如今何友军在内地创业 开办游戏公司做得风生水起 为了证明自己 他还拒绝了母亲的安琪 送出了价值50亿的传务公司 新墨瑶泽继续自己的演艺事业 两人共同努力互相成就 你怎么看待这段浩满爱情 欢迎留言讨论 关注TVB的案款 馆长带你了解更多TVB幕后的故事